烙化又名烫化 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 以前烙化就是用烧热的金属模具 或烙铁在木材上烫化 构图简单 表现力也不丰富 近年来 在一些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 经过改革和不断的创新 使用电烙铁为主要工具 以烙痕为画痕 在竹木纸张 甚至葫芦上创作出人物 山水 花 鸟 鱼 虫等各种图画 大大的丰富了烙化的艺术表现力 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可是烙化这种利用烙铁头的热量 使竹木 纸等材料表面碳化 留下痕迹 形成图画的方法 许多人还不了解 现在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烙化的学习方法 一 工具与材料 在进行烙化时 要使用一些工具与材料 我们介绍如下 工具 电烙铁 电烙铁是进行烙化的主要工具 它是利用电能将金属烙铁头加热后 在材料上留下烫痕的工具 根据用途不同 可分为大 中 小 各种不同型号 调压器 调压器是调节工具 烙铁 电压的设备 通过调节调压器输出电压 可以控制电烙铁的温度 除了电烙铁和调压器之外 还有一些辅助工具 包括隔热防护套 错 火焰喷枪 铅笔 铅笔刀 纱纸 打磨板 立纸刀 油画笔 橡皮 材料 材料分为烙化材料和修饰材料两种 烙化材料包括钻木板 竹板 葫芦 铅笔 圈纸等 修饰材料包括分辣和装表硬纸 油画笔 橡皮 油画笔